生活就是一杯茶 新买了个茶具 也是简易的了 但是这个就比较方便点 可以把茶叶放在这个小杯子里面 它们是一提的 直接泡好的话 把这个提出来就行了 然后就直接可以喝茶了 感觉比我以前那个方便点 想着买复杂的那种 就太复杂 自己懒得弄 所以还是买这种简单的 喝起来比较方便 话说晚上喝茶 好像睡不着 感觉有点 感觉有点上头 阿婷现在的准备去大通4S店 先去把车给保养了 因为车子也开了三万公里 要做保养了 咱们去西藏之前 先把车子保养给做好 才能安心出发 走了 哎呀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在家里呢 确实有点耽误了行程 但是阿婷呢确实有点 确实有自己的事情没弄完 现在人家把事情解决了 所以出发 这个是上次上海的网友给阿婷 送给阿婷的平安符 现在把它系上还挺好看 哎呀天气咱们浙江这边是越来越热了 所以阿婷要赶紧 赶紧先赶到四川 记得上次出门的时候 高速都是免费的 哎呀开始收费了 哎呦前面一栋大堵车 难怪呢 我就想着怎么去宁波要开两个小时 原来是这边堵车堵的 出门的时候还有天气火辣了 现在怎么天气变营了 我估计真的要下雷雨了 前段时间真的咱们浙江这边太热了 可能下完这辆雷雨就开始 就开始降温了嘛 咱们现在把车开到宁波这家CS店了 现在是下午三点就不到 哎呦宁波这边是天气相当蒙热了 咱们问一下价格 我记得我上一次保养是跟肉肉和月龙 他们在广东保养的 好像那个时候只保养花了六七百块钱吧 咱们看看 我现在这辆房车呢是 刚刚好差不多三万 三万多一点了 三万公里 看看三万公里保养需要 需要保养哪些东西 哎呀 因为阿顶的房车呢到了三万公里了 这边的服务员跟我说那是 这次算是中保养 然后他给我看一下报价 我真的被吓到 这次保养要一千七百多块钱 我还让他给我稍微打了点折 然后是一千六百六 这也太贵了吧 这不就是一辆货车吗 怎么保养 怎么保养比我以前 以前自己的车还要贵 哎呦 吓人 哇 可是咱们到都到了也没办法了 是吧 车子已经超养 车子已经超出那个保养的公里数了 咱们等等保养完 房车能到44年保养还是要到44年去保养 因为到44年保养才有那种保养的记录 然后车辆才能车辆才能有保修的服务 如果去外面去外面保养的话车辆就没有保修了 没办法 哎呦 我真的打雷下暴雨了 哇 真的下暴雨了 哎呦 这雨也太大了吧 哎呦 从天上倒下来似的 哇 也太夸张了 真的是好久没有碰到这份踏踏雨了 难过前段时间天气这么慢热 真的是 哦呦 这风 这雨 哦呦 好凉快 感觉瞬间温度 温度低了十来度 这外面马路上的车都停掉了 因为一下子雨下得太大 所以都一脸懵逼 要换的啊 看一下 两桶 两桶机油 然后一桶变速箱油 这个是什么 冷凝剂清洗保养 哦估计是要清洗那个解气门 这个是柴油 柴油过滤 这个机油 机油滤清 这个是那个清洗机 夏天的暴雨 真的是说下就下 说停就停 就差不多下了二三十分钟半个小时吧 然后现在又停了 感觉应该不会下了吧 现已经是四点半了 估计跟包含弄完要五点半了 着实有点慢一样 又在这边坐了大半个小时 现在是晚上五点二十三分 车子应该是保养好了 它已经开出来了 等等咱们去把 去把那个包的单 咱们等等去把钱付了 然后去找个停车点 做完保养天都黑了 我是差不多三点钟过来的 然后到四点钟才做完保养 现在是五点半不到 做了一个半小时 总共的费用是一千六百六 我是真的觉得好贵啊 这辆货车什么保养 怎么这么贵呢 它这边 哇好模糊 公时费就七百块钱 哇这是什么公时费啊 太贵了吧 一个 一个小时多一点的公时费 要七百块钱 材料费是六百 哦九百六十四 总计是 还给我稍微打了一点折 一千六百六 项目是更换机油机率 然后更换变速箱油 更换柴油滤清 解气门清洗了一下 要一百八 还有冷凝网清洗了一下 要一百二十八 这些配件呢 是发动机的润滑油 燃油滤清 变速箱润滑油 机油滤清 然后再换了一些机油 这个公时费七百块钱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多一点点 公司费七百块钱 我傻了给它 傻住 总计呢 这次保养一千六百六 哎不管了 越想越气 哎没办法 因为咱们这次要去西藏 一定要先去把它 先去把它保养了 不然如果在路上 再去保养的话 太麻烦了 走了走了 现在先去找停车位 然后去找我朋友 然后吃个饭 明天就出发 直接去四川